日本闹米荒明明是个大新闻 咋工之和李中客们突然不吱声了 这是今年六月 为了应对大米价格上涨 日本大阪发布给百姓领取大米券的公告 结果你猜怎么扎 哎 大家发现这券都要过期了 依然没办法在店里兑换到对应量的大米 大阪政府无奈之下 只能延长有效期 对 就是堂堂发达国家小日子 号称常年大米自己率100% 竟然闹起了大米荒 可他们宁愿再苦一苦百姓 也不愿意放储备大米 说好的亚洲先潜伏 小日子咋突然就变成怀旧服 那情况有多严重呢 为了防止有人说我夸张 这里涉及到的日本大米情况 均以日本自己政府和日媒发布的信息作为参考 首先是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大米价格近期上涨17% 后来又有报道说 东京大米价格猛涨26% 然后就是日本大阪府之事说 根据该县紧急抽样调查 约80%的超市没有大米 希望政府赶紧放出战备粮 日本NHK电视台报道了 日本辅警县等地区出现米荒 以及老百姓疯抢大米的情况 就有老百姓在接受NHK采访时表示 大米产区辅警 他们也不卖大米 我别无选择 只能等到新米上市 日本经济新闻还发表了长篇社论 名为从中期角度应对大米短缺的措施 更不要说 不少日媒在超市里实地采访时 拍摄到的大量货架上没有大米的情况 这种情况严重到日本民间给这次米荒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令和时代米骚动 值得注意的是 米骚动一词在日本社会中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 它轻易不可言及 是日本民众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创伤 回溯至1918年 日本曾历经一场波及全国四分之三的强米风暴 约有千万民众深陷其中 国家亦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联想到去年年底的韩国亦曾上演过类似的米荒情景 在中国超市中仅售两块多的普通大米 到了韩国竟飙升至十几元人民币 价格翻了数倍 这一巨大的价格差异 自然引来了不少投机者的目光 他们在中国大量采购真空压缩包装的大米 装满行李箱 利用国际航班的行李额度 一次携带上百斤大米跨国飞行 抵达韩国后 这些大米无需离开机场 便会有专人接应 迅速送至预定的餐馆或个人手中 而返程时 他们则携带韩国的化妆品等商品 以此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单次往返的利润可达近万元 然而 大米之众 加之飞行途中的气流颠簸 无疑给飞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即便如此 仍有人甘愿冒此风险 进行大米走私 足见韩国大米短缺至严重 令人不解的是 日韩两国作为发达国家 其人均GDP远超中国 在和平年代 既无战乱 亦无天灾人祸 更无特殊事件 需大量囤粮 何以会陷入如此境地 对于日本的米荒现象 日美给出了多种解释 第一 去年的气候异常 近年来 全球气候的不稳定性 日益加剧 极端天气 事件频发 这主要是由于 厄尔尼诺现象 导致赤道太平洋 中东部海域 海水温度异常升高 进而影响了 全球的海洋和大气环流 加之温室气体浓度的 急剧升高 海洋温度持续上升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加剧了极端气候事件的 发生频率和强度 日本便是在此背景下 于2023年夏天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极端热浪天气 平均气温创下了 历史新高 这种高温天气 对全球以大米为主食的 国家来说 可不是个好消息 中国水稻的都知道 在水稻开花受粉之后 就会进入灌浆期 地下根系吸收到的水分 无机物被运输到 叶片中进行光合作用 形成有机物后 马上被运输到古粒中 这些有机物 最初是乳白色的叶浆 所以这个时期 被称为灌浆期 这个阶段就类似于 我们往暖水袋中灌热水 但是在灌浆期 需要比较稳定的温度 一旦温度过高 就容易使得水道被催熟 形象一点说就是 暖水袋的注水口 因为高温而封闭 再也无法灌入更多热水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将会收获一个半满 或是空的暖水袋 换到水道上 就是鼻鼓 而且随着气温升高 细菌和虫子的活跃程度 将会加强 从而导致水道疾病的 大面积蔓延 所以 高温天气是水道生产的大敌 偏巧在2023年的夏天 日本知名大米产地新系线 遭遇了三次焚风现象 带来的干燥热风 结果一下子 虫众打击了日本大米生产 2023年大米产量 只有661万吨 减产了将近2% 不要以为2%很少 这玩意可不是汽油 供给不足我大不了不开车了 车可以不开 饭不能不吃啊 粮食减产2%的后果 是2%的人口吃不到米 要饿死的 结果到了今年7月 日本发现 民间的大米库存量 还有156万吨 只够日本人吃不到三个月 距离今年11月份收割水道 还有四个月时间 那咋办 只能节流了 于是超市开始限购 但是越限购 民众越恐慌 于是米荒就诞生了 第二 是俄乌战争导致化肥价格上涨 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紧跟美国的步伐 对俄罗斯施加了一系列制裁 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项援助 但是日本想不到 自己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 为援助乌克兰付出代价 一方面 俄罗斯停止向日本出口化肥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 其产量约占全球化肥消费量的15% 以前日本的化肥大部分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但是随着日本参与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居然把化肥给断供了 除了少量甲肥之外 像什么尿素啊 硝酸鞍啊之类的都不出口了 现在的农业全靠化肥撑着呢 化肥一断还怎么中大米 另一方面 日本自己的化肥生产也断了 俄罗斯断了化肥 那日本能不能自己生产呢 日本好歹也算是个化工大国嘛 但是不巧也不行 同样是因为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把来自日本的企业 从萨哈利二号项目给踢了出去 萨哈利二号是位于库叶岛的 液化天然气项目 年产量1000万吨 向日本出口约600万吨 日本进口的俄液化天然气中 几乎全部来自萨哈利二号项目 天然气则是生产化肥的重要原材料 天然气一断供 日本就傻了 自己生产化肥也不行了 不仅如此 日本好不容易从卡塔尔进口一点 LNG液化天然气 结果回头就接到美国一个任务 美国绕过了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 从日本大量采购TNT炸药 意图用于制造援助乌克兰的155毫米炮弹 这一情况导致日本炸药生产量大幅增加 可是造炸药的天然气多了 造的化肥不就少了吗 这一合同直接推动了日本化肥价格的暴涨 因此 日本农民在粮食种植时就面临选择了 要么以高价购买化肥从而导致米价上涨 要么转而种植性价比更高的其他作物 结果一来二去 大米就减产了 原来能吃一年的粮食现在不够了 第三是汇率大跌 进口量减少 有人可能觉得缺大米了 进口不就行了 事实上 日本不是没进口过大米 去年的时候 日本就进口了20万吨大米 但是呢 今年的情况和去年不一样了 2023年 美元兑日元汇率为131左右 今年呢 汇率徘徊在160.5附近 盘中一度创下过去40年以来的最低点 160.86 这意味着 日本去年为进口20万吨大米准备的钱 今年只能进口15万吨了 而且 国际粮价都被四大粮商控制着 看到日本想要粮食 还不狠狠敲一笔 所以 日本只能少量进口一点大米 更多的手段还是来限制需求 反正还有两个月 熬窑就过去了 大不了 少吃点寿司 多吃点面食嘛 第四 是日本恐慌式屯粮 今年8月份 日本宫崎县附近海域连续发生地震 日本气象厅发布提示信息 警告日本东部太平洋南海海槽 发生大地震可能性增高 从历史上看 日本南海海槽几乎每隔100年 就会因为板块运动而发生断裂 并引发强度为8级或9级的大地震 1707年 1854年 以及1944至1946年之间 都曾发生大地震 根据日本有关机构预测 下一次日本南海海槽大地震 如果震级达到9级以上 在最严重的情况下 造成的死亡人数 预计可能会超过32万 同时 市面上还疯传 美国很可能要求日本 趁着俄罗斯陷入俄乌冲突 无法自拔之际 收复被俄罗斯控制的北方四岛 优异分子听了这传言很高兴 但普通老百姓听了可吓死了 你看 又是战争风险 又是地震的 日本老百姓心里也慌了 于是纷纷跑到超市去囤粮食 本来粮食就不够 日本人还疯狂买 结果一下子就把超市给抢空了 面对米荒 有议员呼吁日本政府 开仓放储备大米 但日本政府以新米收获在即 现在开仓放米 会影响新米销售为由拒绝了 但这种拒绝 恰恰又从侧面证明了 日本可能爆发战争和地震的可能性 你看 连政府都开始囤米了 老百姓能不囤吗 虽然气候啊 俄乌战争啊 汇率啊 地震啊 的确会影响日本大米的供应 但这其实都不是日本米荒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 还是在于日本奇葩的农业政策 这一农业政策的核心 在于日本的一个畸形组织 农协 日本农协全称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是农户以及小规模农业法人组等农业从业者 自发联合自主经营的互助性农业经济组织 农协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日本中央农业会 其主要任务是实行粮价统治 说白了就是动员农村经济为战争服务 二战结束后 中央农业会被美国视为军国主义性质的组织而加以取缔 但日本很快发现没有个机构管农业实在是不行 粮食供应混乱 粮价暴涨 所以在1946年 日本制定农地改革法 政府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 再以较低价格卖给电农 从而确立了二战后日本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 同时为了方便管理一个个农业家庭 1947年 日本国会通过农业协同组合法 正式确立日本农协为民间合作经济组织 算是个代替政府行使农业指导职能的一个民间组织 1950年 日本基本完成了农协的建设工作 因为加入农协可以享受到科技 种子 补贴等优惠政策 所以全日本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 农协开始一统天下 客观地讲 农协给日本农业是带来了一定好处的 咱们都知道 只有规模上去了 成本才会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农场生产粮食价格低的原因 日本呢 都是小农户 单打独斗 根本没法和美国的农业相比 除非一起合作 农协起到的就是一个合作社的功能 农协包含全国 地方 基层三级组织架构 将原本型如散沙的农民被团结在一起 使得农协在资源统筹聚合方面具备了广泛优势 为弥补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不足 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做出了突出贡献 比如 农民要买种子 农机和农药 一家一家去买 价格肯定贵 但是让农协去买 一次买好多 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价格 然后再由农协分发给农民 比如农民过去的农业耕作方法未必科学 那么农协就可以大量聘请农业技术员 对农民的生产进行全面指导 包括提高生产技术 安排制定生产计划 调整种植业结构等 比如农民想改造土地或者改种其他作物 但是没钱就可以向农协贷款 利率要比银行要低 农民的农作物遭灾乐 只要你买了农协的保险 农协也出钱赔你 再比如农协也利用自身优势 进行农产品的开发 增加种植的经济效益 比如我们这些年在市面上吃到的阳光玫瑰 爱园38号 以及青森哈比樱桃等等 其实都是农协开发的 农民种了这种水果 收益就会大大增加 在卖农产品时 农民也不用一个一个面对收购商 而是由农协集中谈价 借此获取比较好的价格 同时农产品也可以直接提供给农协拥有 或参股的加工企业 进行附加值比较高的二次加工 所赢得的利润 再向农民返还 所以农协与其是个协作会 不妨说农协是个农业公司 而农民则像农业公司里面的上班族一样 只不过公位在农田里而已 发展到现在 日本农协已经成长为一个庞然巨物 社员达到900万人 拥有日本第一大企业集团 第一大银行集团 第一大保险集团 第一大医疗集团 和第一大供销集团 2023年3月 农协银行系统的存款余额 超过100万亿日元 占日本个人储蓄总额的10% 农协的保险服务部门 在2022年的总资产为57万亿日元 所以 日本农协一直被称为 日本最大康财 但是吧 高度垄断 独立运作 缺乏监管 就会导致绝对腐败 而任何组织一旦做大形成垄断 那么就必然会成为一个 只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 比如 战后日本人的饮食结构逐渐变化 大米需求量下降 那么必然带来大米价格下跌 农民利益受损 连带着农协利益也受损 农协做了什么呢 游说农林口的议员和农林省 搞了个减反政策 减 就是减少耕作面积 日本农协设置了个限制 种水稻的农田总量 不能超过农田总量的60% 这样一来 大米产量不就减少了吗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减少耕种面积 人为制造供给不足 来抬高大米价格 几十年的减反政策搞下来 1960年至2005年间 日本农业对GDP的贡献 从9%下降到1% 农业劳动力比例 从26.6%下降到4% 农业人口从1196万下降到252万 农业家庭数量从606万下降到285万 家庭农场数量 从1985年的331万 减少到2008年的175万 减少了48% 3600万亩的日本水田 只有2055万亩地种大米了 其他土地 要么改种其他农作物 要么干脆弃耕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 可笑的矛盾 日本明明大米供应很紧张 但是农田却有大片料荒 汽耕面积达到了42.3万公顷 有人可能觉得 就算大米价格抬升了 也无法挽回农民 因为减少耕作面积造成的损失 怎么办 那是反了 简单来说 就是搞政府补贴 让日本粮食厅集中采购粮食 然后再卖给批发商 价格甚至比采购价还要低 差额由政府来弥补 弥补幅度在25%至35%之间 这样一搞 就相当于日本政府花钱 让农民少种粮 以提高日本粮食的市场价 粮食供应不足 必然导致粮价高涨 所以日本国内米价是美国5.6倍 泰国9.5倍 日本老百姓每天都要吃着天价米生活 有人会说既然国外米价便宜 为啥不进口呢 其实吧 也不是不进口 但是在农邪的操作下 提出了一个口号 日本人要吃好米 还设置了一系列非常繁杂的指标 比如微量元素啊 营养价值啊 化肥残留啊 重金属含量啊 甚至颗粒均匀度啊 都要达标 否则就是毒害日本人 这样一来 能符合日本标准的大米 寥寥无几 最后只有越南和泰国少数农田 才能生产符合日本标准的米 而且就算达标 这些进口米 也要缴纳780%的进口关税 是的 你没看错 就是780% 等进入日本国内的时候 已经和日本大米一样 变成天价米了 这就是日本农协的商业营销策略 农协赚了钱 农民赚了钱 进口商也赚了钱 但却让广大的日本民众 为高粮价买了单 而且因为大米产量 始终处于仅平衡状态 所以日本的粮食安全非常脆弱 一有个风吹草动 就容易产生米荒 有人可能觉得农协这么玩 政府为啥不管呢 不是不想管 是没法管 日本是个民选国家 政府需要选票产生 而农协呢 掌握着农民的种子 收购和化肥等等命脉 所以也就没有哪个农民 能忤逆农协的选票倾向 基本上是农协让投给谁 农民就不敢不投 而且日本选举有个叫 票差格局的制度 靠选区划分 加重了农村选票权重 有的农村一票 最高顶城市五票 所以日本农村能影响的议会席位数 占到了国会的30%左右 这样一来 无论哪个政党 对农协都要捧着近着 从来不敢出台 有损农协利益的政策 所以日本米荒的核心 还是政府农业政策 被利益群体绑架 导致农产品价格 和农产品供应 长期畸形导致的 只不过 因为本次国际化肥价格上涨 和气候导致减产 而暴露出来了而已 日本这种畸形农业政策 其实韩国也存在 韩国有一个韩国农业协会联盟 干的事和日本农协差不多 都是通过抬高农产品价格 限制进口 来保证自身利益 却让全民买单 但这种政策 看似对农民有利 却可能影响 这两个国家的千秋万代 咱们都听说过 日本人来了中国 报复性的吃西瓜 苹果 韩国人来了中国 报复性的吃牛肉的新闻 为啥 因为在国内吃不起啊 中国的超市 西瓜都是一个一个卖的 日本呢 西瓜都是一块一块 甚至一片一片卖的 一块西瓜 差不多要780日元到1500日元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 36元到69元不等 如果你嫌贵的话 还可以去买成片包装的西瓜 一片差不多要人民币9元 一口就吃没了 韩国的牛肉价格就更夸张了 2021年时 韩国的国产牛肉售价 冲到了20万韩元一公斤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约等于一公斤1090元 超过500元一斤的牛肉 说实话 这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 现在知道韩国人说 吃不起牛肉的原因了吧 牛肉这么贵 以至于男女谈恋爱 去吃一份牛排 就已经算是享受奢侈品了 所以日本人和韩国人来到中国 看到可以如此轻易地享受到 水果自由和吃肉自由 为之疯狂也就不奇怪了 只是日韩农产品价格是上去了 但人口素质却是下来了 咱们小时候都听过这样的惊呼 日本人的平均身高 已经超过中国人了 再也不是小日本了 可是现在再看看呢 从90年代到现在 日本人的平均身高 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倒退了 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反而是中国 平均身高东亚第一 现在你去中国大街上看看 说95后平均1米8 有点夸张 但是现在15、6岁 就窜到1米7的孩子 比比皆是 为啥 因为日韩人 蛋白质摄入量不够啊 而中国孩子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的可进吃啊 我们看一组数据对比 中国人均蔬菜水果消费量是日本的4倍 肉类是1.4倍 水产品占1.1倍 中国人均消费肉类65公斤 日本50公斤 中国人均消费蔬菜450公斤 日本100公斤 中国人均消费水果170公斤 日本50公斤 中国人均消费水产55公斤 日本48公斤 中国人均消费食用有28升 日本21升 中国人均消费香肠4.6公斤 日本4.2公斤 一个人均GDP 是中国人均GDP三倍的国家 居然食物水平远远低于中国 日本人吃的这么少 难道是为了减肥吗 有点脑子的都知道 当然不是 完全是因为太贵了 可是 日本人水果蔬菜肉蛋奶都不能随便吃 中国人想吃多少吃多少 那日本和中国谁才是发达国家 说实话 中国人之所以能享受如此低廉的农产品 完全体现了中国农业政策的优越性 一方面 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大搞粮食储备 先说个冷知识 中国的国产小麦收购价格 是高于国际小麦价格的 一般要贵30%左右 所以在学术界 一直有放弃小麦收购机制 转而从国外进口的说法 但是 中国一直坚守这一收购机制 哪怕要承担巨大损失 为啥 因为一旦全部从国外进口小麦 那国内种小麦就无力可图还赔钱 谁还种小麦 那么万一有一天 国外粮食涨价了 或者人家对你粮食禁运了咋办 那可是真会饿死人的 要知道 中国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 过去是有过巨大教训的 所以 中国一直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 因为这是保证每个中国人 都有饭吃的最低限度 哪怕你再想建厂 也要保证耕地总盘子不变 这样一来 就能维持中国粮食供应 始终保持平稳 让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端在自己手上 而且 中国还保持了世界最大的粮食储备 如果按照世界通行的标准 国家的粮食储备 应该在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18% 也就是说 假如某个国家一年的粮食消费总量 在10亿吨 那么政府就会储备1.8亿吨左右 作为国家粮食储备 但是你知道吗 咱们中国却不是这样 咱们中国的粮食储备比例 差不多是世界标准比例的两倍 这个两倍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小编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比如说2019年 咱们国家针对粮食的消费总量 大约在5.94亿吨 根据双倍国际比例 咱们国家就要储备 36%左右的粮食 算下来就是2.4亿吨 但是别忘了 这仅仅只是国家储备 事实上 几乎每家每户的都有存量的习惯 多少不一 所以算上这一部分 咱们国家的粮食储备 实际上超过3亿吨 如果有那么一天断粮了 仅仅这些储备 就能供应一整个国家正常的粮食 消耗半年的时间 如果只把储备的粮食 作为实用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 就会翻倍到达一年左右的时长 所以说 咱们国家的粮食储备 其实是非常雄厚的 这一点 世界上很难有国家能做的 和我们一样优秀 正是得益于这样雄厚的粮食储备 中国在面对气候变化 自然灾害 乃至战争的潜在威胁时 都能保持从容不迫 无需像日本那样 频繁陷入米荒的困境 另一方面 中国对农民的扶持力度 同样不容小觑 随着城镇化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农民进程打工 买房 安家 留在农村种地的越来越少 而且就算种地 农民也更愿意种上水果 蔬菜 花卉 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而不是粮食 为鼓励更多的农民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国家针对种粮的农民 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 增加这些种粮农民的收入 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降低农民种粮成本 以农资补贴为例 农民在购买化肥时 每吨可获得400至500元的补贴 购买农药时 每瓶也能享受到5元的补贴 此外 对于购买农机的农民 国家更是慷慨解囊 提供10%至40%不等的购机补贴 更令人振奋的是 为了进一步激发农民的重粮热情 国家还设立了一次性重粮补贴 如河南省在2002年 就分三批次 发放了高达36.6亿元的一次性重粮补贴 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 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 他们像一股暖流温暖了农民的心田 让他们感受到了国家对农业 对农民的深切关怀 除了直接的经济补贴外 中国还通过实施农田保护补贴 耕地保护基金 生态保护补贴等多种措施 来保障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政策的实施 使得一些地区的农民在种植粮食时 即便不指望通过粮食销售来赚钱 也能通过补贴来弥补成本 实现不亏本的种植目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农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 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为了防止类似日本农协那样的利益集团出现 中国的农业政策 主要由各级政府农业部门 国有企业以及中粮 中储粮等权威机构来负责实施 这些机构在执行政策时 都严格遵循国家意志和法律法规 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汇集广大农民和消费者 因此 尽管中国在人均GDP上 与日韩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在人均食物占有水平上 却遥遥领先 这得益于中国科学合理的农业政策 和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 在中国这片人均耕地面积 仅有一点五亩的土地上 我们不仅成功地保障了自己的粮食安全 还创造了一个人均农产品指标极高的吃货大国的奇迹 这正是中国能够在世界粮食危机的变局中保持定力 稳坐钓鱼台的最大底气所在 稳坐钓鱼台的最大底气所在